哈喽,二年级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绝恩老师 大家早安哦 今天我们是上英文节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英文练习书 然后翻开这一面 大家都准备好你们的书本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是不是有谁还没有准备好的 快点翻开这一面哦 OK,好了吗 那么好了,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篇的理解文 我们来看看到底这篇理解文在说些什么呢 来,我们一起来看 read the passag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follows 我们是人类 我们是人类 来,大家跨胡这个人类 我们是人类 人类 我们就是人类 有没有看到这个词呢 human beings 要跨胡起来 然后在他的上面写上人类 we have a pair of eyes and a pair of ears 摸摸自己的眼睛 摸摸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都有两只呢 所以我们都是称为一对或者是一双 所以我们都会说 a pair of 我们很少会用 two eyes,two ears 一双 一对的呢 我们都会利用到这一个词 a pair of 大家要记得 a pair of的意思就是一双 一对 就是有两只的意思 we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句 we use our eyes to see 眼睛我们是用来看 就是我们的视觉 and our ears to hear 耳朵 就是拿来听 就是我们的听觉 we have only one nose and one mouth 摸摸自己的鼻子 自己的嘴巴 我们有几个鼻子 几个嘴巴呢 只有一个 ok that's why呢 他有讲 only one 只有一个 we use our nose to smell and breathe 我们用我们的鼻子来吸和呼吸 ok 你注意看我们呼吸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用鼻子吸 再来鼻子呼 除非我们很喘很喘很喘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才会用到嘴巴 但是normal来说呢 我们都是用我们的鼻子 所以鼻子除了呼吸 也是我们的嗅觉 and our mouth 我们的嘴巴 是用来做什么呢 to talk or eat 来说话 或者是吃东西 接下来 接下来 we can touch touch touch就是触摸 and feel things 感觉 这些东西 怎么感觉呢 by using our hands 使用我们的手 就是在科学我们有学过的这些触觉 是通过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手 我们的皮肤 来感觉这个东西 一年级已经有学过了 来感觉这杯咖啡 是冷的还是热的 来感觉这个枕头 是暖的还是硬的 来感觉这面镜子的表面 是滑的还是粗的 那么除了用我们的手来感觉呢 we can count 我们还可以数 with our ten little fingers 我们的十只手指头 就是让我们来数 我们做数学的时候有没有 我们加法减法都会用我们的手指 we have two legs 我们有两条腿 那么除了two legs 我们还可以用a pair of legs we stand on our feet 我们用我们的脚来站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身体的部位的作用 所以第一题 它要你match accordingly 所以嘴巴我们是称为 eyes, feet, mouth还是fingers 嘴巴我们自己连先起来 嘴巴的英文是mouth 所以你就要给我知道mouth有什么作用 尾翔 mouth的作用是哪一个呢 看一看它的旁边 to talk or eat 对了,mouth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来讲话 或者是吃东西 第二题 第二题 albuminous 这个器官我们称为什么呢 eyes 对了,是eyes 所以来给我知道 eyes的作用 眼睛的作用是 to see 对了,是to see 接下来指了 接下来指了 来,给老师第三题 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呢 fingers fingers 对了 那么fingers有什么作用 to count 对了 正确 to count 让我们来数 我们来算 1,2,3,4,5 那么最后一题 这个呢 是我们的 fit 就是我们的双脚 那么脚有什么作用 就是让我们 to stand 对了 to stand 除了to stand 它可以是to walk to run 都可以 老师,to jump 大家都画好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 OK 我们就要根据上面的找出来 不过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二题的问题 他问你 which body parts 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呢 come in parts 划线起来 划线起来 还是划红起来 划红起来 impact 然后在上面写 一对 还记得刚才老师跟你们解释过什么是一对 什么是一双吗 就是一来到 它肯定是两边的 或者是两只的 就好像我们去买鞋 你有可能单单买左边一边 或者是右边一边的吗 没有的 他一来 他的鞋肯定是左右两边一起的 或者是你看我们的筷子 慢慢买筷子呢 都是成双成对的 很少的筷子都会卖一边而已 一边的筷子我们能拿来吃面吗 不能的 对不对 所以凡是这些都是要有两边两只的 肯定我们称为impact 所以看一看上面有哪些的身体部位是impact的呢 看一看你上面的理解文 找一找这些身体的部位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有说到了 Eyes 有什么呢 Eyes 对了 来大家一起圈起来 有Eyes 要跟着圈哦 可以拿color pencil圈起来 有Eyes 除了Eyes 我们还有什么呢 Ears Ears 正确 看着荧幕 跟着老师一起找出来这些词 然后圈起来 那么有Eyes 有Ears 还有呢 Fingers 嗯 Fingers是apest吗 不是 apest是两边 Fingers 我们有ten fingers 不是 Hands 对了 在 Hands 对了 在第四句的尾尾 Hands 除了Hands 还有 还有 最后一个 腿 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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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了 3 Hands 我们有 还有两个选择 在这边有两个选择 还有两个 Hands 是什么呢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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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除了Hands 其实还有多一个选择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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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在上面总共有一二三四五 五个身体部位呢 是 都是 对的 就是有 Ears 有 Hands 有 Hands 还有 Feed 可是你看你的第二题 它只给你四个答案而已 所以你自己填写下去 任何的四个都接受 所以你可以写 Ears The body parts are Ears Ears Hands 如果你不要写 Legs 你写 Feed 可以吗 可以 你不要写 Feed 你要写 Legs 都接受 任何的四个 我们上面的理解文 我们找到五个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答案 画线只给我们四条线而已 所以我们就写任何的四个都可以接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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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写好了吗 大家都写好了吗 好了 我们来看第三题 好 问你 We use our legs 堵着什么呢 Run and jump Eat and drink Count and draw 哪一个 才是用在我们的legs 我们的tun Run and jump 对了 Run and jump Run and jump 嗯 自己答案圈起来是A OK 好 圈好了 来看看旁边的 这个超简单 来大家自己写出来 你要看他可以做 和不能够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他Can 跟Can't 给你Skip 和Skip 所以你首先你要看第一题 我们先要看他可以做的 他可以做的是Skip 还是Skip呢 这个跳绳 Skip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讲Lisa 可以 所以可以 我们要自己填Can't 所以有Skip和Skip 我们要根据他的图片 在第一张图呢 他可以做的是跳绳 所以你要将Skip自己填下去 But 好 许 他不能够 就来到第二张图 要写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She can't 他不能做什么事情 Liubi She can't skate 对了 She can't skate 来 填写下去 第一题 那么第二题呢 Ramu首先他能够做的就是骑自行车 骑一辆自行车 所以你要讲Ramu can ride 一辆自行车是Bike还是Horse呢 Ride a bike 对了 Ride a bike 你要自己加R下去 他可以骑的是自行车 But 他不能够骑的 就是他不会骑马 He can't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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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se 还是Ride a horse呢 平时我们会说 Ride a horse 对了 是Ride a horse 才对 来 将第二题写下去 那么现在自己完成三四五自己写出来 自己完成其余的三题 自己完成其余的三题 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再来写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看一看 I can play the piano 对了 我会 所以我要写 I can play the piano 嗯 我们是play the piano 不是play piano 是play the piano 所以 Guitar呢 我们跟Piano是一样 play the Guitar 第三题的是 I can play the piano but I can't play the guitar 第四题 ask me 他能够做的事情 是唱歌 所以我们来讲 ask me can sing sing 对了 他可以唱歌 he can dance he can't kenzi 你要少开麦哦 因为都是弟弟的cushion 打碗 but he can't 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他在跳舞 dance 嗯 dance 或者kenzi 你要找比较安静的地方上课哦 第五题 第五题 the cat 那只猫 他所能够做的事情 是跑 是跳 所以the cat can 他可以做的是run 不是sing 猫很少会游泳的 but 一 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这只猫不能够做的事情 it can't sing 他不会游泳 检查看自己的接下来这三题有没有写对呢 有没有将他的动作倒转呢 大家检查一遍你们的答案 生药写好了吗 生药写好了吗 要快点哦 别发呆了 生药 那么其他好了的小朋友请放在后面里面 看你们的旁边里面的练习 还有谁还没有写好呢 还有谁还没有写好呢 ok 老师等等你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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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了吗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后面里面 来现在老师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一面的练习 这一面的练习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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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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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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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E-T-E-E-N 对了,乃婷的正确写法是 N-I-N-E-T-E-E-N 然后第二题来,Kenji,请告诉老师十二怎么词 L-T-W-E-V-E-E-L-V-E-T-O-V-E-E-L-V-E-T-O-V-E-L-V-E-T-O-V-E-E-L-V-E-T-O 然后来紫新第三题,词气的英文是多少呢? 是什么 S-E-V-E-N-C-E-N 对了 S-E-V-E-N-C-E-N 接下来 语文 来 请告诉老师 十六的英文 是什么 语文不在 语文有在吗 16 16 对 可是老师要语文来回答 语文 你要开卖哦 bok 16怎么spell呢 语文 不然来 Gareth Gareth告诉老师 16怎么词 S-I-X-T-E-E-N 对了 S-I-X-T-E-E-N 16 来语节 第五题 13的英文 T-H-I-R-T-E-E-N 怎么语 13 对了 T-H-I-R-T-E-E-N 开言 来第六题 14的英文 14 14 怎么语练呢 F-O-U-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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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14 14 检查看自己的语文也没有对哦 招行 第七题 15 15的英文 我们是不是称为 15呢 不是 不是 是什么 15 所以招行 15怎么语文 F-O-U-R-T-E-N F-I-F-T-E-E-N 15 接下来 加星 18 我们称为 18 怎么语文呢 E-I-G-H-T-E-N E-I-G E-H-E-I-G-H-E-E-N E-I-G-H-E-E-N 嗯 正确 18 E-I-G-H-E-E-E-N 那么接下来 七天 20 20 怎么语文 七天 四期呢 来 四期回答 20 20的英文 刚才我们有写到了 怎么语文呢 四期 20给老师读出来 20英文怎么语文 不是 嗯 要回答老师的问题 怎么语文呢 20 T T什么 W T W 20我们是 所以四期 四期 四期你要开脉音老师 20怎么语文 T W 然后 为什么四期不会呢 你刚才也没有在上课呢 前面一面的练习我们就有学到20啦 证明你们有在专心哦 20 T W E N T Y 20 那么最后一题来到的是11 所以11的英文我们称为11 怎么语文呢 怎么语文呢 E L E N E L E V E N 正确 E L E V E N 好 现在我们来看旁边 Exercise 29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correct answer 来 第一题 它讲 There are twenty birds 有二十只的鸟 Four birds fly away 有六只的鸟 四只的鸟飞掉 所以你这边剩下多少只 二十 你要减掉四 十六 所以十六的英文 看看旁边的字诗题 Sixteen 对了 Sixteen 第二题 Soon Soon has ten sweets 他有十颗的糖果 He buys five more 他又在买多五颗 所以总共他有多少呢 十五 十五 对了 十五的英文是fifteen 你要写成这个fifteen 你不可以写这个数字的十五哦 不正确 What is eighteen minus one 十八减一 我们得到多少 十七 十七 对了 直接写上去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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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题 十八 十二 十六 十六 十八 再加八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个exercise 28 刚刚我们写的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看到 OK 这边呢 有11到20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写上日期 写上下个星期四的日期 你们的spelling 来写上日期 29号 7月 然后在旁边写spelling spelling这十题 11到20 所以你要检查好 你自己的 星期有没有写对 你才能够读对 上面的spelling要spell完了 这个是我们下个星期 会spelling的字 什么啦 这个星期就做完这个字了 还不一定啊 可能等一下我们就会完成呢 嗯 大家都写好这个spelling了吗 好了 OK 那么好了 来请翻开后面一面 来老师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一面的练习 所以你们快快的来五分钟的时间完成这一面的练习 老师就做完了 做完了 那么我们等多一下 等其他小朋友 可能他们还没有完成 还有旁边的天冲哦 一到十也要完成 完成了 好 那么稍微等一等哦 老师我是坐在别的里面了 OK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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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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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